我想要請問您喔 您自己有用過這個外送平台 類似UberEat或Foodpanda嗎 當然有啊 在疫情時間用的又特別多 應該不錯用吧 怎麼樣 不錯用很方便 很方便吧 那最近喔 交通部提出了一個預告修法 跟UberEat跟Foodpanda都息息相關 就是明定 機車外送平台的這個費率公式 可以加收等待費 還有樓層費 跟夜間加成的費用 本席要先請教院長 您支持交通部這個預告案嗎 首先這個預告案現在 內容還沒有完全確定下來 它預告的內容就是真 多聽聽外界的意見 所以我認為它的原意就是在保障外送員 也保障這些小商小店家 也保障消費者 我假設是像院長這樣講的 我覺得這個利益良善喔 雖然現在還沒有明定這個價格 但是呢 根據工會的估算 這個結果大致上為是 每趟基本的運費60元 每個樓層加5元 夜間再加20元 那當然我相信喔 不管是院長或是部長 都是想要照顧這些基層的這些外送員 但是呢 如果這是一個好的政策 應該大家都要拍手鼓掌 可是呢 目前為止喔 本席這邊收到 不管是外送平台的主管 不管是這個外送員 甚至消費者喔 都有一些雜音喔 這一點我想要提醒交通部 可能要儘速的去吸收這些意見團體 包括他們本身是 等於是他們自身利益相關的這些團體喔 聽聽他們的意見喔 因為 本席提供你一個 雅虎正在做的這個民調喔 這份民調短短5天內 有超過11萬的這個填達者 代表民眾真的非常的在意這個草案 那由於目前喔 工會提出來的這個漲價喔 算是漲幅非常的多 有88%的民眾表示說 未來每筆這個外送並 這個運送費喔 調漲60至85元 他們會減少使用 而且甚至可能考慮不再使用外送 那所以呢 這個部分喔 陳情的有外送平台 有外送員 包括餐飲業者跟消費者 您知道如果假設喔 這個不是他們推動的 他們對這個狀況毫無所知喔 包括外送平台本身也說 他們真的不曉得會發生這個事情 那外送員認為說 市場有他的平衡機制 如果漲價沒人點 單數變少了 他的收入也會變少 所以間接也影響到了外送員的權益喔 那包括現在的這個小費機制啊 他們是全額可以拿到 假設這些都加上去了 反而他們小費可能會減少 不曉得部長有沒有考慮過這一點 報告委員 這個部分喔 您所提出來的數字 您剛剛也說了 這是外送員工會所算出來的數字 那代表外送員工會其實都知道這件事 那這個部分本來就是他們都知道 那現在大家談這些都還太早 因為現在我們是要針對運費透明化這件事來進行 我們只是在規劃 我們只是在規劃 整個計算的公式 那計算的公式出來之後 以後會有幾方 有五方共同來決定這個這個費率 哪五方呢 消費者基金會 然後外送員工會 外送員工會還有葉子 就是這個部分呢 因為你們在之前都沒有跟他們有討論 包括16號下午你們才緊急發通知給這個 消費者基金會 說希望他們16號早17號早上來開會 他們就拒絕了 因為太倉促了 簡直就是為了你這個要緊急上路急就張 在做的挽回的一個措施 本席要提醒你的事 這個草案就跟斑斑有鮮乳一樣的翻版 缺乏溝通 不夠接地氣 這簡直就是在辦公室裡面想出來的政策 那一開始在公告這個修正草案之前的會議 根本沒有任何消費者團體的聲音 所以我們必須要發文的 如果沒有啟動討論就不會有這件事 提醒你一定要重視 否則你這樣子等於是 潦草的上路的話 影響的非常多 影響的非常多 好那接下來呢 卓院長我也必須提醒你 不只是交通部如此哦 你說教育部跟農業部 剛剛我們提出的那個案子 就是斑斑有鮮奶 變成斑斑有飽酒乳之外 飽酒乳還供應不上 結果呢 問了農業部 農業部說你喝不上飽酒乳 你喝鮮乳啊 這不是核不食肉米啊 真的我覺得 荒唐到了一個極點 我們其實本意是要照顧落農 結果不只沒有照顧到落農 還排擠了小型的落農 跟養乳的落農哦 所以包括說經濟部長說 他要從菲律賓買這個綠電 用海底劍纜接回來等等 希望說卓院長哦 可以呢鼓勵這些閣員哦 真的是貼近民意啊 不要再就是 呃 雨出驚人哦 真的是有時候真的嚇壞了 院長 我希望大家的創意 都要經過非常合理深入的討論 而且在討論的初期 如果還沒有廣泛跟外界有溝通 不宜把任何的意見 快速的向外界來宣布 或是透露出來 這樣會造成大家的不安 但是我認為 所有的原 他的創意的原意應該都是好的 那我們從這個方向 來大家更理智 就是你有發想很好 但是你要有一些成熟的方案 在對外宣布 否則實在是 呃 所以當人家覺得有一點荒腔走板 而且政策反覆 一下子說這樣一下說那樣 隔天又說 道歉十幾次說 他只是在發想階段 我覺得這樣子會 讓民眾哦 對整個內閣的可信度打折 間接影響到院長的credit 所以這一點哦 提醒院長可以鼓勵大家哦 再深思熟慮 再發起 那另外呢 呃我想請問院長 台鐵公司10月初有一份 從業人員待遇表的草案 將新進人員哦 起薪調升3000元 但是公司化後 員任的1萬多名員工待遇 似乎都還沒有更改 請問這個是否屬實 呃 台鐵在公司化之後 他必須在財務上 有一個全新的 應用公司治理的方式 來調整他內部的 呃對待遇跟各項福利 但我認為這個都應該在 整個財政狀況 可控的範圍內 逐步的調整 是 但是呢大家有問題有疑慮的是說 為什麼新任人員的待遇提高 原任的員工 卻沒有調薪 如果有沒有估算過說 為什麼只有調薪進人員 然後如果全體條要提升多少呢 這個還要詳細計算 因為新任的人員 他就依照現在公司化之後 公司治理的制度來走 那原任的因為公司已經久任了 那他必須做有一定程度的時間的調換 就是希望能夠妥善處理 希望能夠妥善處理 因為本席也很擔心說 假設就是這個薪資的不公平 導致說台鐵有罷工 或者是說營運可能無法負擔 假設要全面調薪可能營運無法負擔 那會不會像台電一樣要發生說 交通部要撥補他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目前的狀況確實是不公平 所以才調 那從業人員比原本的人員低 那我們現在希望從業人員先拉上來 好先拉上來 這個是第一步我們要先做的 是 因為本席接到通知 接到這個陳情 就是已經有1500多名的台鐵員工 連署要到交通部去開記者會 希望能夠提出原任人員 要有合理的這個待遇方式 那本席在這裡也希望部長能夠妥善處理 不要影響到其他我們一般消費者的權益 好 謝謝 那請問請問這個院長喔 數位部的打炸APP你有看過嗎 有 有看過 你知道數位部應該是打炸最重要的一個機關之一是嗎 從技術面來看是 但實際執行的應該還有我們的檢警調系統 那對於數位部打炸的成果 院長您滿意嗎 數位部打炸的成果 它這個APP只是一個讓大家檢視 它收到的國人收到的資訊 是真是假 它是只在檢視這個真假 有一個數據喔 本席跟院長說一下 去年的詐欺案件發生是三萬七千八百三十二件 較前年增加了八千三百一十四件 加了二十八點十七percent 詐騙的這個案件是越打越多 那部長你們數位部在九月底推出了網路詐騙通報查詢網 是不是 報告委員 我們在九月底是推 然後在那時候就進行所謂公布 那請問一下這個APP花了多少錢 那個我們這個計畫是從既有的計畫裡面去挪出來的 大概大概這個是一個數字 我們大概就包括 微運 花了多少錢 花了多少錢 包括微運 花了多少錢 包括客服大概加起來 大概是一千多萬 出頭萬 一千三百萬 那目前呢普遍的評價是非常粗糙 那包括 Apple Store跟Play商店的評分是多少 你知道嗎 大概是從三左右 差不多2.6星啦 部長你會不會覺得這個有一點 報告委員 不滿意 我個人從事軟體做四十年 是 所以這個兩個層面 一個是說他好不好用 那我承認這個推出來的時候 的確在可用 就是好不好用是有進步的空間 但是他的效果我們看到了 我給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在15天的公測 本席在提醒你喔 你講到了 這個數位部上架幾天之後 大家反應很不好 他馬上就下架了 他這個詐騙通報網 他說這個是公測 App是公測 就已經完成了階段性任務 所以你一千三百萬 15天就把他用完了 你就把他花了 就把他下架了 沒有我們會再上架 我的老天啊 我真的是嚇一跳 詐騙通報還需要公測 而且你只用了15天就把他下架了 我到底看到什麼啦 你們公測了什麼 你們公測了什麼 你們完成了什麼階段性任務 因為我們原來就是要收集 一萬個民眾的feedback 那這個我們收集到了 那所以我們 請問還有第二階段的公測 第三階段的公測 是不是反正只要做不好 就說是公測就可以下架 但是如果數位部做不好 你也可以說是數位部是公測啊 數位部也可以裁掉啊 我們在上去的時候就已經說這叫公測版 所以並不是後來才說的 就是另外一個更嚴重的問題 本席在下架前就已經下載了 目前還可以截圖 請看這個昨天的截圖 就我們打炸APP自己聲稱說 用AI去尋找詐騙資訊的檔案 結果全部都是色情廣告 全部都是色情廣告 你覺得這個是數位部想要達成的目標嗎 所以就是我們在講說 我們第一個公測的目的就是找出這些問題 然後我們在下個階段 數位部請你們加油 真的拜託你們了 因為這邊 我只要求他有三個方向一定要做好 第一個要精準 這個是炸不是炸要精準告訴國人 第二如果他有問題 我們要一個通報系統的連結 讓國人因為指出他的這個網站有問題之後 他可以進去通報 詳細來說明他被騙了 第三個是這個APP必須要非常好的操作 所以部長您真的要加油啊 是這個錢就好像灑了 十幾天就花了一千多萬 結果還沒有成果 搜尋到的全部都是色情廣告 這合適嗎 報告委員 是從五月到十二月的預計要發到 抱歉喔 因為我時間有限 我想要接下來再問一下地方建設 就是院長 我們這個斗六鐵道事故平傳喔 到目前為止喔 今年九月兩則五月好幾條人命喔 都沒了 所以針對斗六鐵路高架化一案喔 本席今年喔 也邀請了會刊多次 最終已經解決了取綠半徑 效益評估 跟臨時平交道的三大關口 讓斗六鐵路高架化可以敗部復活 這是斗六人已經期盼了二三十年的夢喔 但是院長真的很需要您的幫忙 因為呢 縣府喔 把這個案子可行性評估喔 送出去之後呢 已經四個月了 就是到目前為止喔 都還沒有審查 所以是不是可以拜託院長 只是交通部喔 儘速的開審查委員會 因為這個審查 拖一天就有越多人民的生命喔 受到威脅 請問一下這個審查騎乘大概還要多久 部長您可以回答嗎 目前喔 我們已經送到部了 鐵道局那邊已經送到交通部了 那我們那個交通部最近會來開審查會議 最近大概多久 我要跟內部再討論一下 一個禮拜三個禮拜還是三個月 我跟內部來討論一下 儘速好不好 因為你加快騎乘 你是在保障我們這些人民的行車安全啊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